今天好好和大家分享 去Service Ontario辦的事情 每個人都知道 去Service Ontario 都是辦健康訓練 和健康訓練 還有這兩點很容易 但是這次辦這兩樣 都是我第一次辦 但是先指聲明 都是要戴上頭盔 先本次個人辦的程序、手續 和要求的資料 只可以作參考 這次要辦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 車牌已舊換身 因為政府規定 你車牌面上的漆 脫落或殘舊 自體模糊 都要去Service Ontario 更換或者 看看你要求的情況 而 溫馨提示 如果你的車牌 模糊不清 或者七脫落殘舊 千萬不要不理它 如果被警察看到 會罰款 好像說一張罰單三百多元 走到進去 工作人員跟我說 如果我要回舊時候的車牌 一模一樣 因為要訂做 就要三百一元 如果我不在意 號碼 他隨便給我一個號碼 就要五十九元 我當然選擇 要回舊時候的車牌 因為有感情用了實在太久了 辦完換車牌 又要去一個地方 每年都要去 不過可以打電話 但我今天都是選擇 去上門來交 明年的汽車 insurance 其實加拿大政府 真的很保障市民 好像一部汽車一樣 一定要有insurance 才能夠在馬路上行走 如果沒有insurance的汽車 就麻煩多多了 據我所知 有些國家 不用買insurance 都可以汽車在馬路上行走 終於等到新車牌來了 當時我去申請 已舊換新的時候 工作人員跟我說 是要四到六個星期 這次剛剛好四個星期 就寄到過來了 不知道是沒有疫情 政府的部門 辦事會快些 因為在疫情期間 很多時候都聽到 政府各個部門都說 辦事求律慢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原因呢 後來又給我了解多一件事 原來你的新車牌 在五年之內 自體脫落殘舊 模糊不清 它是完全免費 已舊換新 但又是Number 不care的情況下 好呀 好呀 終於有新車牌 用了 看它的車牌 做得好精細 好漂亮 嗯 都好滿意 但是又不知道 可以熬到多少年 不過說 又說回來 因為冬天 很多鹽在馬路上 你行走的時候 鹽 難道那麼少 彈了上來 就會砸爛 車牌 有些人提意見 如果想車牌 不要被鹽砸爛 最好放透明膠套上去 這樣就會好些 但是 這樣也是不合法的 如果被警察看到 又是有Ticket 300多元 第二件事就是 去Service Ontario 辦這個殘障停車證 去辦這個殘障停車證 當時我進去的工作人員 就叫我 好奇怪 要拿護照 醫生證明 和健康卡 他的好處就是 當時人不用親自來 Service Ontario 代辦人就可以了 但是要拿齊他的資料 就可以辦 當時我便拿齊的資料 回頭 是另一個工作人員 跟我說 他就說不用護照 看也不用看 叫我填份表 拿來那些 Health Card 醫生證明 就可以了 當時我便沒有去考究 他第一個工作人員 跟第二個工作人員 說的Different 所以我便便填了一份表 交齊他 問我拿的資料 醫生證明 Health Card 然後 表格三樣東西給他 他便很快便給了 一個粉紅色 這個 臨時的證 因為當時他說 如果要正規的證 一般都要四個星期後才會到 原來他們都很穩陣 這個臨時的 是有效日期到10月31日 看看他後面的付禮 他說不能夠複製 又不能夠濫用 如果為例最高罰5000元 終於收到殘障停車證了 他由申請到獲得 都差不多四個星期左右 大約是這樣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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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有效期是五年 再看看他後面有什麼付禮 見他這個正本和臨時本的付禮 大同小異 只不過多了一句 就說不准過膠 和一定要清晰 不能夠濫用 一定要當事人自己用 到目前為止 據我所知 安省大約有 77萬個無障礙 停車證 正在使用當中 據他網上報道 安省就是去年 已經大約發了 25萬個殘障停車證 一年發了一個總數的三分之一 不知道是否證明 人口老化了也很重要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以上所有流程 就是本人的經歷子宮參考 實際情況要當事人去了解我才知道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訂閱 或者留言 大家分享 看看有什麼更好的 大家分享一下 Service Ontario的過程